Hello 大家好 我是半仙 今天 也没干啥 在等那个摩托车的那个发票 发票寄过来以后 我才能去给那个摩托车上牌 所以现在还在等 应该 他今天才往外寄 应该明天 最晚后天吧 明天应该能说到吧 他寄的顺风 然后这个是 我们又到了一个快递 最近就在这边 感觉有一种之前阳光小院的感觉 每天就跟快递打交道 之前那些拍摄的设备 买了那个狗吧以后 又买了狗9 狗10 后来那个不好用 老是那个电量用了用了 他就 不知道跟电池有关系 还用了时间久了 反正那个不太好用了 然后我那个360 之前在沙漠公路的时候 掉地上了 然后那个镜头就花了 那个360的话 只能拍前端 拍后端的话 就是会有那个摩花的刮痕 所以这次我们又重新买了一个360 然后今天给它开个箱子 这个是机器 这是一张内存卡 然后一个杆 然后一个杆 这个是机器 这是什么玩意儿 这个是摩托车套装 这是一个保护壳 还有一个镜头保护罩 这个的话以后 就可以骑着我那个心爱的小摩托去买个菜 去干个啥 拍个视频 就可以直接给它架在上面了 不用手拿了 而且它拍的话是360度的那个拍 先看一下这个架子怎么样 这个是套装里面的 哇塞 又看到我头皮发麻 一堆配件 一个 驾摩托车的那个 就是 旋转的那个杆 这个是驾摩托车那个夹子 这有一个 不知道干啥的 可能是个延长的一个支币 这里面有一堆 一大堆配件 在这里面 其实这些配件啊 这几年买这个 运动相机啊 我觉得配件都已经存了一箱子了 每次一买新的这个运动相机的时候 这个配件 就会特别多 然后正主在这 这台是开箱 这样的一个小机器 它这好的就是它这里有一个大屏 然后 360度的这一个伸向头 回头我们可以试下这个的这个效果 这种啊 你不带那个保护壳 它就特别容易刮花 有机360 我买的那个 GoPro的那个390 也是 掉地上了一次就 就包废了 而且这个还不好修 还没办法修 所以我那个一直到那个拍前面的摄像头了 这个 就重新买了一个 不过也该买了 上了一个是在沙漠公路都 一年前两年了 都没有买 因为这玩意儿也贵贵的 感觉能用就用吧 这次因为有这个小摩托了 所以说再重新买一个 这里面是一个 这是个啥玩意儿 这是一个包 平时装它的一个小包 然后这里面有个充电线 我们现在给它 组装一下 把这些给它都给装一下 以为要撕膜 先把这个拿出来 这是一个镜头保护罩 小配件还挺多的 但是有的时候你拍摄的时候 你加这个东西的话 它会有那个阳光 有的时候角度偏的时候 它会有眩光 所以我们之前的运动相机 都没有加这个玩意儿 但是它的后果呢 也会导致你万一到地上 就废了 不过这种机器 还都是挺在用的 然后我们现在 给它装上吧 拿起来还是挺有分量 就阴天上游 我还没有女朋友 你们回去拍摄 你们要自己玩视频啊 拍照片啥 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 掏出手机也好 掏出运动相机也好 第一时间拍摄之前 要先擦镜头 OK 装好了 这还有一个保护招 平时的话给它往这里面一个招 现在这个设备啊 保护的都特别好 这样的话一般是不会摔坏了 但是它这还有一个屏幕 这屏幕就像摔烂了 只要上面没问题 还是能用 最担心的就是它的360的这个摄像头 它这个卡也给它装上 这是附带增了一个128G的一个卡 正常的话一张这样的小卡 是完完全全够满足你一天的拍摄的 拍太多你也根本就剪不过来 其实这样是完完全全够的 OK 等于说全部装好 开机一下 开机一下 开机 中文 请扫码下载360APP激活相机 还有下载 这是一个延长杆 平时有这么草 然后给它装在这个相机上 好嘞 这样拍的话就能拍全景了 然后把那个架子一连接 给它装在那个摩托车上 这个杆很轻 应该是个铝的 放摩托车上面 对啊你放在摩托车上面 你骑的话就咱俩拍 往后一车把上一架 就咱们骑车的整个咱们的景 和周边的所有的景 全部记录了 要这么长吗 你可以说短一点吗 你想说多长多长 你不要那么轴 一定要给它全部搞完吗 放在头顶上 平时拿着这样自拍也可以 不是说很难剪吗 嗯不知道现在的那个 反正以前那个挺难剪的 现在的这个可能是升级一些 会好演一些吧 不过现在就剪一个视频 你也不会觉得它就太难剪 以前的话是因为 要剪三个视频 你要拿这个拍的话 根本就剪不过来 好了大概这个相机就是这样了 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出去吃晚餐 这个回来再下APP 这个APP好像内存挺大的 我刚才下了一下 半天都不跳动一点 所以说回来再下 这会儿已经到旧友家了 我的快递啊 全部都寄到这边了 看 那边又寄来的紫糯花糯 我们自己吃的 然后这一些应该是摩托车的配件 好多 每天的时候好多快递 给大家先放车上吧 回到家再拆 谢谢